几乎他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胸向 这个胸向的主人是谁呢 往往就是台湾上流社会的人士 因为曾经也很爱读书 后来就上了叫做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是后来改名的 当时的学校的名称叫做国语学校 毕业以后就到太平工学校 当时还叫做大道成工学校 去那边教书 可是学校认为他的雕塑应该蛮可以栽培的 所以就提报给总督府 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可以破例 保送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 因此他就成为第一位台湾人 去海外学美术的青年 雕刻科是木雕的 他自己也研究雕塑 后来他就用他的雕塑作品入选了帝国美术展览会 台湾的一些文化界人士非常的兴奋 觉得台湾人也有这个能力跟日本人来比高下 所以他就受到台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 除了什么他自己要参加地展 或者是他雕的这个水牛群像 是自动自发去做一些创作作品以外 几乎他的收入来源就是靠雄像 像林雄翔也是同一年雕的 还有库显荣台湾电力公司的社长 师范学校的校长 三本七二郎他当完台湾智堂注视会的社长之后 升任农林部长 我想是因为员工都有这种习惯 他们会集资请一个名雕塑家雕刻一个胸像 送给这一个他们原来的社长 哇 这很明显 他是台湾人 日本所雕的东西呢 一般都是胸像 裸女像 或者是一般都是很规矩的这样子雕像 那么黄兔玄应该是比较有觉悟的人 他觉得我是台湾人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台湾才有的东西 台湾有雕刻不是没有 但是都是依附在庙宇宗教 几乎都跟宗教有关系 而且那种雕法都是师徒相传 不像他是接受学院的教育 然后雕出一种有创造性的东西 他因为没有小孩子 又没有收徒弟 所以他仍又不在台湾 因此他的雕塑生命是很丰富 可是他雕塑对台湾的影响力 反而非常的单薄 他去世以后 要经过十年 日本也战败了 那么新的政府来了 也几乎忘了黄土水是谁了 所以黄土水因为太早走了 他的作品当然流失得很厉害 没有人重视雕塑 这些作品就自然流失 那么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到今天 要找是很困难的 有几尊至少知道他在哪里 他学那个威纳斯的诞生那种雕法 雕了一个东方的裸女 当初有在台湾教育会馆 新政府来了以后变成省参议会 省参议会就是有省议员 这些省参议员发现这个雕像放在楼梯口 有碍观瞻 妨碍风化 那是裸体像 就把它丢掉了 有议员说 你不要丢啦 那我有卡车我帮你再去丢掉 后来就再走了 再走了就下落不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